不得不说最繁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这个生购市场遵循着老时候的传统 一般四点钟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想买豪马一定要早来 现在最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当然率还很多 一到这我就看见了 卖家呢就把一匹雪花马就给牵下来了 应该是一匹不大的小马 估计最多也就一年多了 还别说这匹小马品价还真不错 虽然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呢看这一身条 看这精神头应该是一匹好马 我对马呢研究还真不多 找一些词来形容还真形容不出来 只能说看着还真不错 只能用这样的词来形容 在这个牲口市场呢 一般的马都不是骑成马 都是用来杀肉的 玩马都很少 一般情况下就是肉马 这匹马呢牵过来之后 也没有进行太多的熟悉打扮 身上还脏糊糊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品相很好 毛皮的颜色呢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雪花 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浅黄色的马 身上呢带着很多的雪花状的斑纹 这种雪花马我是头一次见 生活市场上大多都是熟人 也不多说 直接就开始讨价还价 这匹马呢卖家要价是一万二 有一定的还价空间